在今天11月20日的赛事 有几匹马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第一匹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一场山班田草长途赛2000米的8号马 木火兄弟 这匹的木火兄弟 现时是一匹隔夜的半难马 为什么这匹半难马值得你留意呢? 如果你去第一场实力马里看 你会看到近将的同情实力马 不只有一匹 就是标支五支 但这匹马的赛事来自上季的五遇 所以这场赛事由于缺乏季内的同情实力马 所以他程的实力马就特别值得你留意了 特别是田草千八米的他程实力马 当然特别是质身的马 而木火兄弟正正是这类的马匹 他在上将的他程实力马 而是贵内的 而且是田草千八米 是紧紧输跑第二的 如果你看看这场赛事 你会看到其实是没有什么放头的实力马 而相信放头马多数都是这匹的非天神区 这个就是预计的 但是如果你去指数马那里看 如果你选非天神区 其实他上将在更长的路程 而千亿是放头的 而他的头段其实是负的 即是很慢 换言之这场赛事 不单止没有放头的实力马 而且就算是这匹马放也会很慢 而且还是更长的路程的马 换言之在这场赛事 这匹的木火兄弟更加值得你留意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他在田草千八米 咬着五位 中间咬着前面 不过他的头段是 正的0.99 就是说他在较短的田草千八米 都有一个头段 正的头段 而且那个末段 是不断的 而做了时间指数 都是田草千八米的 正的1.04的不错指数 换言之这匹马 其实如果是跳程的话 它是可以放在前面走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说他占有跑法上的优势 因为他可以放在前面走 而他可以做一个快的本身时间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如果你看这匹的木火兄弟 其实他是一匹上巨三岁 今巨四岁 正在上巨的马匹 对不对? 他上巨尾 人四班千六 正正走在前面 不要忘记了 田草千六 和这个千 和这个二千米比 是短很多的 他都可以咬在 二位 即是他可以被放头 而 会断不断的能力 接着之后呢 今巨巨内 又在1650 再赢一仗 而也是咬前面走的 这个是泥地 好了 这匹马 升班 第一次跑三班 而且还是第一次跑千八 即是跳程 仍然可以进去 走的鼻位 输的鼻位 快投断 没断不断 正的时间指数 是非常之不错的 快时间 本身时间 所以证明这匹马 他由千四一路跳上来 其实有很大的机会 是可以应付再跳程 因为他是升班即跳 现在初跑千八 都是可以进去的 今次预着一个形势 就是没什么放头的实力马 这匹马 相信金像是有很大机会 咬在前面走 甚至放头 如果他放头的话 由于这场赛事 缺乏了同程的实力马 所以他有很大的机会 是可以凭着他那个 时间指数 而在这场得围 所以这场赛事 这匹隔夜半冷马 木火兄弟 是值得你留意的马匹 而今天另外一匹 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二场四班田草千燕米的 一号马 冰雪奇遇 这匹是潘顿奇的马 虽然是大严满 但是他的赔率也是OK 为什么这匹马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第二场的实力马 那里看 你会看到 其实贵内的同程实力马 不多 只有两匹 就是勇敢梦想 和身力高盛 但是 如果你看他城的实力马 你会看到 有一匹是冰雪奇遇 在三班千四 跑第四 说过量身位 那记住 三班千四 那些实力 是更加比千二是强的 那这匹的冰雪奇遇 可以在三班千四 跪内 是跑第四 说过量身位 如果你再看他的千四 没断指数 是做到0.3的没断指数 而且令到整个时间指数 都接近标准时间 证明这匹马 其实有一个强劲的 田草千四米的犬径 对不对 这是第一 那如果你再去所有马 那里看 你选择冰雪奇遇 你就会看到 其实他上次在四班 是赢过这个路程 是派外荡 不利的外荡 而凭着后想 而做到一个 做到一个正0.9的 他也是非常强劲的 同情 不断加速力 而令到整个时间指数 以后 他自己的副头断 是变成正的 换言之 其实这匹的冰雪奇遇 他在田草千二千四 都有一个非常强劲的 不断犬径 而且 他的时间指数是正的 就是说这匹马是不会怕一个快捕捉 另外就是 他这次排的档位 就是一档 短途 排内档是特别有利的 因为这匹马就不需要跟在教后 是可以跟在前或中的位置 再加上排的一档 他可以头断省力 而令到他抹断的犬径 可以更加强劲 OK 当然 再加上这次 容天鹏 配上他的头号杀手 潘顿 则更加需要留意 如果你去那个 你那个职业数据的附加律底 如果你选择奇斯列马斯 选择金柜 你会看到潘顿 其实金柜和容天鹏的合作 是非常之好的 为什么 因为他 帮他拿了五个Win 不单止 潘顿今季 其实容天鹏的马 入Q的命中量是五成的 即是一半都入Q的 换言之 这场的赛事 容天鹏 一落四半 跑回上季 赢的路程 以及判他的头号杀手 所以在这场的赛事 这匹排内档形势有利的马匹 而且在三班都展现过 千世能力的马匹 在这一场 也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马匹 当然了 这匹马 你绝对可以考虑拿来做挑战 OK 如果你已经是即义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用者 我就建议你 将刚才教你减码的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当你有这个表的时候 其实你所浪费的时间不多 很容易找出那些马 所以建议你将你所学的减码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这样做 结果是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有价值的 坚实力的冷马 OK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不知道怎么去减码 我就建议你 在我们的BurninBurninChannel里面的 Playlist里面 特别是职业团队减码秘谓的片 记住多看几次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 关于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实力冷马的方法 以及你可以学到 如何运用这个表 轻易找出这一束马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就建议你多看里面的影片 当然啦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影片的下面 即是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按进去 按进去就可以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你就可以像其他用者那样 可以轻易选出那些职业团队 经常落飞得手那些 有真正实力 经有分头的冷马 OK 当然啦 如果你对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的方法 有兴趣 我当然就建议你在这里 按一按 即是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明天有新的影片 你就不会错过啦 OK 同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选择的知识方面 有帮助的话 那就麻烦在这个位置 不断按一个like 鼓励一下啦